西双版纳的野象谷 是少数可以安全看到 野生亚洲象的地方 野象谷的亚洲象观测保护 小组成员罗宾 每天上班最重要的事 就是四处寻找野象 一旦觉察风险 立即发出警报 人遇到大象以后 大象会躲人 没有 领地意识知道吗 它有安全区域 西双版纳是中国主要的亚洲象棋栖地 也是今年红遍网络的超萌北夷象群的家园 野象谷位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蒙羊片区的东西结合部 通常不少野生亚洲象在此交流汇聚 野象谷的观象栈道建在高处 行人在上方 野象在下方 互不打扰 各自安好 能看到野象 总是让人兴奋不已 由于保护区 很好地保持了亚洲象棋栖地的原真性 这里的亚洲象 个个悠闲自在 当然野野兴十足 这些极灯众的庞然大物 一旦发起进攻 瞬间爆发速度 可达时速五六十公里 他在进去 他眼睛随时在看到我们 他就发现我们 过来跟走我们 野象鼻子回来勾你 他回来勾你的脚 他扭落实在来 给你扭下来一圈 那个拉力 最少都是五六百公斤 虽然棋息地里十分安全 但是亚洲象天生听力发达 警惕性极高 这三头亚洲象正在过河 突然走在前面的一头 好像察觉了什么 立刻后退返回 一头成年亚洲象的平均体重 是三至四吨 每天进食量 大概二百公斤左右 因此象群通常一整天 都在密室中 相当辛苦 每当他们穿越园区 和公路的时候 也是罗宾和他的同事们 最忙碌的时刻 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 安全日进 之前发现 在正母睽睽之下 这群野象轻松地爬上了一处 陡峭的山坡 消失在丛林中 嘴烧六十度到六十五度的坡 它都上得渴 这么陡的坡 对 想不到吧 想不到 就在拍摄结束前 一组温馨的画面 进入我们的尽头 刚出生不久的小象 在和李尽情地玩耍 几头成年象 小心翼翼地守护在旁边 就像人类保护自己的孩子 在野象谷 野象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 似乎近在咫尺 但又必须拥有 自己不被打扰的空间 野象谷是野象的家 它是这里的主人 我们都是国客 靠边等一下 等一下靠边